想要进步了解万里蟹的背后故事吗 以台湾海蟹为主题的渔人故事馆 截至起到10月底为止 将在万里区正式的登场了 欢迎民众结伴亲朋好友来一趟北海岸之旅 整期三个月的万里蟹奇幻旅程 渔人故事馆由策展团队出海拍摄 将捕蟹及蟹香石井摄录下来 原汁原味呈现各种的场景 倒烂志工更由渔民来担任 完整的诠释从渔杆到餐桌 从捕鱼法到加工 从渔夫到厨人等海蟹的主题展 在万里把它直跟我们成立了 我们万里县渔人故事馆 这是台湾首创的 我们希望说大家把这个万里县 不只是桌上的加油 把它回溯到我们的渔杆 我们的渔村 我们的渔船 甚至于就是每天跟海浪搏斗 事业很宽阔 而且气魄很感人的 我们的渔人 我们的船长 我们要把万里地区 这样子的一个吃海蟹的美食文化 更要发展强调它的海洋文化 从它的桌上的这个餐桌的 这样子的一个美食的过程 更要了解到我们环保 还有珍贵严选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在万里县工所 各个局所我们陪着万里县工所 跟所有的船长 跟所有的餐厅 跟所有的温泉业者 我们一起成立这个万里县的故事馆 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到 你要吃好吃的海蟹 就要先到万里 也就是海蟹的故乡 新北市的万里区 来了解海蟹的海洋文化 故事馆内又模拟出海蟹的游戏 让大小朋友能够在充满 视觉效果和影音互动的创意场景中 体愿渔人乘风破浪 出海补蟹的乐趣 有观光客来台湾观光 我们除了跟他说吃万里县之外 不是只有吃 你可以透过吃 来了解在地的人的生活 而生活就是饮食文化 那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身材者 是用多大的心力 那我们可以了解 它跟台湾的关系在哪里 不然你到其他各国去吃 其他螃蟹也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来万里县 要吃万里县呢 因为只有在万里这个地方 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应式文化 才代表台湾在地之位 民众可以西家带卷 前往这处愚人故事馆 探访万里山大蟹的身家密码 请听偷海狼的干苦故事 学习海蟹渔夫私房料理 来趟另类的培海岸旅游 记者新北市采访报道